字幕視聰明 深當初 喔 各位好 欸 我們口罩給你拿下來 可以 我不是指揮中心的 所以 你會想好 好 喔 很高興今天能夠在這邊 跟大家碰面 那 HD在線上 然後 唐部長 去年是在線上跟大家見面 那 今天能夠實體來到現場 那我先自我介紹一下 我是Isabel 然后我的本业是律师 目前是台湾人工智慧学校基金会的秘书长 2017年的时候我协助基金会设立的法律部分 那之后也担任监事 2020年身为离开之后 我就比较深度参与 那深度参与学校的运作还有课程的转型 那也因为我在2000年的时候就开始参与台湾的开源社群 所以那时候就认识汤部长 那所以我们接下来下一阶段 也会有比较多的投入在开源的模式引进 协助台湾AI的普及化 那我不是那个技术背景 所以今天跟两位对话的主持 今天的panel真的是诚惶诚恐 那但是我想有一个好处是这样 就是我想今天的与会者 因为我们产业专班的这个产业经理人班的人员 非常学员非常非常多 那他可能也跟我一样 不是那么深的技术背景 那如果我在这个panel中间露出茫然的表情的时候 可能大家也会比较安心一点 那也请两位就是不要说话速度慢一点 然后呢不要讲太多技术细节 不用用很多缩写 对对对 T.S.F.H.E. 对对对对 太多缩写我就会进入一个 你就会看到我恍神啦 好 那接下来我想介绍两位这个讲者 那第一位是哈佛大学的孔强从孔院士 那他也是我们台湾人工智慧学校的校长和基金会的副董事长 那孔校长他因为在这个Systematic Array 这个研究广为人知 大家应该知道就是Google AI加速器里面的架构 用的就是他在40多年前的一篇论文 提出的这个理论和研究成果 那孔校长的这个研究范围非常非常广 包括机器学习加速器 高性能运算 平行计算 计算机结构 计算机网络 网络安全 无线通信 无人机系统网络 资料库系统 另外呢孔校长也跟业界保持非常紧密的联系 他曾经担任许多公司的这个和政府的顾问和董事会成员 2017年的时候孔校长和廖院长还有陈申伟博士 带领了十多人的团队 他成功的协助了台湾超过十家的制造业 去以人工智慧来解决迫切的制成问题 那同时在这个过程中 他们也发现培育台湾人工智慧人才的这个重要性和起迫性 因此在魏麒麟教授 邱德森董事长 还有廖洪源所长的协助下 我们有台数奇美 音叶达 益龙店 联发 柯尤达 这六家企业来协助我们 那我们邀请了台湾最优秀的人才来担任讲师 那也建立了这个AI的运算环境 所以五年来有九千多个学员曾经受过 在到人工智慧学校来 那我们在今年开始也希望能够结合产学员的能量 尝试发展AI烽火轮开源平台 那希望能够降低台湾中小企业导入AI的障碍 那另外一位就是唐凤 唐部长 那唐部长呢 我也来介绍一下 那唐部长呢 他在2016年10月1号到今年的8月27号 然后数位发展部成立这段时间 他是担任行政院的数位政务委员 负责开放政府 社会创新 还有青年参与的这三项业务 那透过从自己办公室做起这个方式 像事物关同人们示范如何运用数位科技达到简化行政作业流程 提升讨论以及决策品质与透明度的目标 那过去唐凤部长也曾经担任过行政院虚拟世界法规调试计划顾问 国家发展委员会开放资料咨询委员 还有12年国民基本教育课程发展委员会委员 那另外唐凤部长也是G0V 临时政府网络社群的重要参与者和贡献者 那在国际交流方面呢 唐部长跟全球各级政府在数位治理领域保持合作关系 持续累积开放政府外交还有数位外交的经验和成果 我想这个成果其实我们都有深刻的感受 因为最近时代是太多外媒来问我们这个Digital Democracy的事情了 对那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 我们今天的主题呢 中文是上善AI共创多元未来 那英文是呢 Trillion Parameter AI and Amplifying Societal Value 那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觉得 有看没有懂 就是每个字好像都知道 但是加起来到底是什么意思 所以呢 我想第一个问题 我就想请这个孔教掌先跟我们解释一下 什么是Trillion Parameter 那为什么你挑这个当作是我们今天讨论的题目 孔教掌 大家好 听到我声音很好吧 很好 可以吧 可以可以可以 OK那就很好 让我讲一下这个Trillion Parameter 这个事情是非常exciting 普通的AI的话都是有一些model model里头都是一些参数 现在是参数过去几年从几百万到几千万 现在是进到Trillion 进到十个Trillion这种地步了 这个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这个model越来大 就可以做的事情越来越多 不只是这样子 然后好像这个model变快的速度 是超过我们当初想象 主要的原因是这些model 变成是一个基本的东西 我们叫做foundation model 这个从这个foundation model上 我可以再加一些新的应用上去 所以变成是 只要圈了几个很大的model以后 很多应用都比较方便的 然后能力就很强 尤其是在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方面 text recognition 这种方面的 multimedia 这类的东西 这个都很好 就是有一个事情 就是有点麻烦的事情 就是 就是这些model世界上 只有几个大的公司是可以做的 表示这个东西是一个 这个model是可以用在各个地方 但是控制是控制在几个大的公司手上 另外就是这些model是 应用面是广的不得了 现在基本上这个machine learning的computation 跟high performance computing的computation是已经merge了 这两个领域都是在做supercomputer的事情 这个情形下的话 变成一个以后产业的竞争力啊 国家的竞争力好像是要这种东西来define 事实上这个是很清楚的 这个大的公司走上掉路不是偶然的 因为这个实在是影响很大 所以第二这个事情也是要讨论一下 我们现在就是台湾在这情形下 台湾这个运算的能力是跟最先进的 是有段距离的了 在这个情形下那怎么办呢 台湾是不是就被left out了 这个我们今天这个panel可以讨论一下 然后在这种情形下这个 这个乘官学要做些什么事情 这也可以讨论一下那个AI学校在这个情形下 要做什么事情 就是我们有很大的urgency 然后有很大的社会的这个责任的事情 然后有这个怎么能够让这个 用这种大的这个技术啊 能够帮忙各行各业 所以今天这个题目就是这一类题目 我希望大家能够 能够看到我看看有没有什么想法 好 我就讲到这里 好 谢谢孔校长 那接下来我要请这个堂部长 来跟我们解释一下这个 amplifying societal value 是什么意思 我想刚刚那个Isabel提到 我们在课发会 十二年国叫课发会 其实课发会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地方 它就是要问说我们对于未来的下一代 我们有哪些meta value 就是我们既不能灌输特定的价值 但是呢我们又希望大家有一些 基本的这个foundational的价值 这样子才能够一起去共创未来嘛 所以后来课发会就是自发互动共好 是我们的meta value 它没有说怎么样子才是共好 但是呢大家都要互动达到共好 那我觉得这个是确实是我们的DNA 就是我把它叫做collaborative diversity 多元共创 或者说开门造居 这样子的一种价值 也就是说 刚刚HT会说 这个是很麻烦 资料过度集中 酸力过度集中 这个model很麻烦 这就恰好表示说我们是民主社会 我们觉得多元共创是好的 不然如果是极权国家的话 不应该说很麻烦嘛 应该说很方便才对 但是我们不是这样子讲嘛 所以我觉得我这边 为什么会把它叫做amplifying societal value 就是说去看说 我们有哪一些目前的做法 它我们觉得是 reflect our societal value 那当然国际上面 像刚刚讲到的这个large language model 其实大家在hugging face 可以去下载bloom 那个是更多语种的一个开放式的参与 stable diffusion 这个大家也都很熟 但是它比起HT刚刚讲到的那个十个trillion 它差了两个数量级左右 所以说这两个数量级的gap 有一些是比较符合我们的这个meta value的 那我们怎么样让它amplify 透过某些方法 让它也能够达到 这个十个trillion parameter 这个程度对我们社会的影响 但是又不需要把我们的社会restructure 变成说好像我们非得去那样子过度集中资料 我想这个是大家是不同意的 所以我们怎么figure out这个path 那之前我们在行前座谈的时候 HT把它比拟成头等舱跟二等舱 二等舱也可以到目的地嘛 那二等舱还有一个好处 就是一起到二等舱的比较多 全世界几乎所有民主阵营的朋友 也都在想同一个问题 所以这个是一个peer production problem 这个是我们今天想要谈的 好 那谢谢唐部长 那其实刚刚HT谈的这个问题里面 我们其实会觉得 现在有非常急迫的要求 那也需要譬如说大公司投了很多资源 那我们又想 那台湾是不是应该由政府来做一个投入 那其实我们常常都会希望台湾 就是政府是这个明灯 他应该投入预算资源这些 那这样子是正确做法吗 我知道在过去十多年前 我跟HT曾经一起参与政府的计划 那您觉得在这个AI的发展上 我们是不是要做一个top-down的一个规划 比如说像刚刚 或者是政府要做哪些事情 比如说像刚刚唐部长讲到的 他们在设计这个就是做教育的时候 其实提政府规划的是一个meta value 那其实并不直接去做说 你该做哪些事 你未来要做哪些事 那HT觉得做这个在AI这个领域做一个top-down的 planning 是好的吗 是正确的做法 政府应不应该做这件事情 这个政府的话 重要的要做一些事情 也要知道什么事情是不能做的 政府是谁吗 这不就是一些在政府做事的人吗 那些人的距离真的这个实际的情形 还是有段距离的 政府要做的是要把这个环境面做好 就跟刚刚这个赖宇副总统讲的很多事情 就是这一类的事情 就是要把环境做好 把法规做好 要做这件事情 当然要有budget 就是政府基本上就是要这个AI很重要 那就AI方面就要有些budget 就是做这些infrastructure的事情 但是政府不能去做那种规划的这种 尤其是自己再成一个什么机构 再来做AI 从中一都是不太work的 最好是政府是不要做rollment 政府只是有一个structure 能够support这些工作 这些工作的真的做的地方是在民间的 可不可以再多讲一点 为什么您觉得政府的什么样体制 或是环境不适合 我是世界上看太多了 政府的计划做越细就越惨 因为把资源给拿走了 然后一定要成功 所以变成是被stuck到一个很奇怪的方向 会找到 一定要整个这个做法 这种像AI上变化这么快的事情 没有人知道 五年前没有人知道这个large language model 会到今天这个地步 一定要是focus在这个infrastructure 在法令上 在这个incentive上 不要去自己去做 要把这个能量放在民间 让民间多元的这种力量能够发展出来 就像刚刚唐部长讲的一样 就是这个民间一个相当 台湾的社会是相当多元的 相当好的 要利用这个好处 把台湾的这个meta value能够发展出来 然后AI其实是跟这个meta这种比较diversity 这种想法是很近的 所以这个就正好 所以要用这种方法讲 但是也不要说台湾就变成是一个 自己在玩也是不对的 就是还是要在世界的technology主流里面 发展台湾该做的事 OK 我就讲到这里好了 那谢谢孔校长的回应 那我们可以听到就是 其实在AI发展上面非常的迅速 那民间可能可以有比较快速的反应 但是政府也不是什么事都不能做 或是政府还是有他该做的事 那其实这就回到 这一块应该是数卫部 数发部的执掌 数卫部对 是好 那想问一下就是 唐部长今年在这个8月27号 在数卫部成立的时候说 这个就是数卫部不会做数卫集权的老大哥 不做监领这件事情 那所以我们再回到AI这一题上面 数卫部会做什么 你们打算做什么 可以揭露一下吗 对 刚刚那个Isabel说 因为我们现在边境比较放松嘛 各国的记者都跑来问 说我们知道你们不做数卫集权 你们要做数卫民主 就是数卫集权的相反 那但是数卫民主 除了是数卫集权的相反之外 到底是什么东西 是的 对不对 我们知道它不是集权 对啦 是集权的相反 那到底是什么嘛 对 对 好 那我觉得也是我们数卫部 刚刚成立还没成立的时候在这里 这个HT给了我们全民两个字嘛 说我们应该叫做全民数卫发展部嘛 那所以后来全民数卫任性 就变成我们的slogan 我们现在到哪里都想全民 我补一下脉络好吗 因为可能听众不知道这件事 就是在今年7月的院士会议的时候呢 唐部长来这边有一个就是分享 那我有去看这个 这个过程在YouTube上还可以看到 那当场当然HT还是发挥他的 秉持他一贯的粉色 有非常激烈的讨论 非常精彩的讨论 我强烈建议大家到YouTube上找一下 好请继续 对就是如果要看新闻的话 那个新闻标题就是中研院院士表示 应该改名叫全民数卫发展部 所以我们就真的就是 现在就是全民数卫任性 那所以什么是全民呢 全民就是即使现在他完全不知道AI 还不知道有数卫科技 甚至对数卫科技有排斥 我们每年的数卫机会调查 大概都有10%左右的国民 是不想要使用网络的 那而且这个非常stable 就是并不是说随着时间过去 这个怕数往下 就大概一直都是这有10%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要照顾到的就是刚刚好就是那些机会 可能因为数位的发展而变少而不均等 而受到这个不利的影响的 这个我们反而要特别去照顾 那这个我们也是在昨天嘛 我稍微这个工商时间一下 我们有announce一个公益创新 真案100的这个活动 那这个活动他要做的事情 就是去问我们所有的做公益的组织 团体社会企业等等 他们有没有看到哪一些 他们花很多很多力气 只能够在很小的地方照顾到的 好比像说台湾收语是国家语言嘛 所以要翻译嘛 可是翻译 手语的翻译是你一个去配一个人 那这个非常的 就是top scale 就是很难一下照顾到很多人 那但是呢我们透过一些通传的创新 甚至加上一些AI 包含自动手语转文字啊 这种识别的能力 你就可以透过同样程度的投入 但是你就可以照顾到非常非常多的人 也就是就可以scale到全民 所以把某一些只能小部分人使用 而且很昂贵的东西 变成全民不但可以使用 而且可以参与 大家可以去加上他自己的material 自己的vocabulary 然后让这个corpus变得更好 让这个共同训练的能力变得更好 那这个就是我们想要做到的 所以我们就用了很多平方募资啊 等等的方式 去确保说 每一个愿意照顾到全民 而且可以证明 给其他有建立能力的主管机关 像微服部 去说你本来投入 这个1000万只能照顾这么多人 现在我有这一套AI系统 透过一些通传的创新 那我在不侵犯隐私 自然无虞的这个前提下 就可以照顾到10倍的人 但是你还是只需要投入1000万 那这个就叫做social return of investment 就是一个社会的投资报酬率 那这个就是我们在营造这种 共创的空间 所以这个全民 你可以把它想成那个上善两个字嘛 就是水善嘛 利益万物而不争 就是不是透过 好像individual to individual competition 而是说对大家都有帮助 那这个也很适合 H.T.刚刚说foundational model 就是大家一起来community govern 但是又对大家都有好处 是谢谢唐部长 那所以刚刚讲的这个是 透过平方募资的方式 然后来征求民间的这个 就是idea增案 对对就是 其实有点像那个什么 创新投资敌检 最近新闻不是很热吗 对那但是就是说 你要怎么样决定哪些创新 值得这么多的程度的讲述 那这个其实是一门学问嘛 一个panel 几个人讨论投票 这一种方法 去看民间 像国发基金 民间有多少创投 愿意投资 一个方法 完全靠群众募资 看多少人可以掏钱 是一个方法 那平方募资就是 把这些都取一个权重 每个捐钱的 从500到500万 开根号 然后加起来 看哪个高 就表示它的total societal value 可能比较高 是 那可是我觉得这样还不够耶 我可不可以再多问一点 除了这个以外 数位部还要做什么 或者你有觉得 你们什么绝对不要做 刚讲到了 不做极权的老大哥 这个是绝对不要做嘛 那另外我觉得 我们可以做的是 因为我今年4月 有签署一个叫做 Declaration for the Future of the Internet 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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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来 宣言 那在这里面 现在60几个partner 我们都叫Democracy 那这些人 我们现在正在figure out 就是说 因为大家都不想要 变成数位极权 大家也都看到 HT提到的 这个同一个问题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在商量 有没有可能说 我们之间有一个共通的 现在叫Data Algorithm 就是数据公益的这个模式 面对一些世界性的问题 像之前 当然肺炎是世界性的问题了 那但是呢 还有很多嘛 Climate等等 那在这些世界性的问题上面 我们是不是有能够在 Provably 不是只是practically 就是可以证明是 没有任何隐私损害 在这个情况下 用一些先进的加密技术 然后呢 去来joint training 那之前本来的做法 Federated Learning Split Learning 等等 那这个大家都知道说 它需要相当高的通知性 所以其实这个在跨国的情境 没有那么容易安排出来 但是现在就是有很多新的 全同态加密啊 什么这样子的方法 确实是你可以对于加密的资料 来做运算 那所以这个也是 我们可以跟这六十几个 Partnering Democracies 伙伴的民主政体 一起来研究的这个部分 大概先讲到这里 是 好 那我可以再多问一提 说一部分 是 就是 其实在AI学校的 这个五年来的过程中 我们觉得 刚刚也看到 这个影响力评估的回馈 我们觉得 认为说 这个AI普及化的过程中 这个跨界的合作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因此我想问唐部长 在因为数位部 也负责政府内部 各界的各部门的AI化 就是数位转型 那想问唐部长 你们在这方面 会特别做什么吗 不过我们在公部门 推动的时候 还是是以社会部门 跟私部门的需求 为导向了 所以像我们总统 培克松办了这么多年 我们并不是top down的说 我们就释出这些资料 几下拿去做题目吧 完全不是嘛 是说社会上面 看到了需求 在小规模适用 发现它就缺最后这块拼图 就必须要政府 投入资源 投入API 投入资料的时候 那这个时候 我们透过平方投票法 同样去证明说 它在社会上面 是有影响力 有这个实际需求的 那我们再来调动 这个公部门的资源 所以我们并不是说 好像为了特定的AI技术 而推动AI 我们是先看到了 这个社会需求 然后AI in the loop 但是还是是现有的 这个社会关系来处理 那我想这个是 我们公部门 去看到AI的时候 是把它看作比较assistive 最多是augmentative 这样子的一种想法 那也因为这样子的关系 所以我们很需要 就是民间来告诉我们说 哪些方向是新的方向 因为就像HT刚刚讲的 如果是完全靠top down 一年才能够改一次计划 那样子的做法的话 大家都在用diffusion model 我们还在放GAN 那就不太妙了 大概意思是这样 是 因为在快速变化环境里面 其实刚刚蔡校长提到的 就这么快速的变化里面 其实不断地转型 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 那回顾团来 中间我想现在先提醒一下 就是我们在 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 请把握机会 可以扫这个QR code 会进入到一个slido里面 那我会就是看大家提出的问题 然后在等一下我们 告一段落之后来 帮大家提出的问题 那回过头来 刚刚HT刚刚这个 我就已经讲了这个 就是数位部 他们可以做跟不可以做的事 那回过头来 想要跟你讨论一下 就是您觉得这个 在现在这个状态底下 就是AI技术发展的 这个现实状态底下 你觉得台湾的机会 和挑战在哪里 那我们就比如说 AI或是民间社会产业 可以做什么呢 这个台湾其实在这方面 是有很大的很多很多机会的 台湾很多这个传统产业 刚刚听到的几百万家公司 这些公司都可以是有自己的想法 有自己的这个生存知识到 我们就是要把它们变成更加的resilient 这个要讲究的是 能够随时应变环境 技术找到一个地方 发现他们可以用 刚刚那个唐部长讲这个 Hand language的这个translation 我说我最近才帮个学生写了一个 Application给MIT的学生 就做这个事情 这是真的需要这种事情 因为各种语言各种翻译 他弄要的 结果是现在其实做得不够好 因为大的公司不愿意做 这个好像并没有太大的钱的事情 但是对社会讲是很重要的事情 像这种题目都是非常好 就台湾这种环境应该有这种机会的 因为比较活嘛 然后比较real 然后就不是top-down 是grass-root的这种做法 我觉得就是要把这个做的是 能够让各个产业都能够用到AI 然后这个就是AI需要我们去 希望做的事嘛 大家都都在做希望做的事 但是台湾的机会是比较好 因为台湾比较小嘛 不同产业要讲话很容易 这个不得了的好好做 在国外的话这个讲话很难的 就是坐个飞机你就垮了 OK 台湾的话就做个高铁 是一天来也来回要跟随秘就是随秘 这不得了的好处 AI就需要这种环境 然后现在的很多这种政府的 这种资料慢慢开放出来 这种好的事情 像健保的东西 健保的资料库 这种有多大的很多很多资源台湾都可以用的 这个像健保资料库这种事情 在国外也不见得有了 台湾是非常unique 这种资料 如果这种很多的台湾的biobank 这种可以跟生病的这种关系 把连接起来 这个不得了的biot value 非常unique的东西 所以台湾就是要把自己的这些东西 能够data能够放出来 政府可以帮很多办法规规则做好 然后各个产业 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 然后我们一起来 一起来做一些新的系统 或者把现在的系统能够upgrade 应该很多很多机会的 是 那我刚特别听到这个 就是资料这部分 因为其实健保HT应该之前跟你提过 健保资料库这个经过十年 长达十年的征送跟视线 其实在今年八月的时候 大法官说 在三年内要去做一个修订 要不然就要废纸的 那所以就资料这部分 我知道我们在AI学校的 跟产业互动过程中 资料是一个金矿 那在这部分呢 我们其实民间也一直强烈 也希望政府能够多做一点事情 那因为数位部 究竟在资料上面 这部分你们的 就是数位部负责的部分是哪里 可以跟我们讲一下吗 是 只要是个资 那就会是大概两年 我希望更快了 之后的那个 就是独立个资保护机制 就会是那边来处理了 就不会是 个人资料的部分 对 就是个人资料的部分 那但是数位部能够协助的 就是去投资 去开发所谓的隐私强化技术 PETS 也就是说让资料在利用的时候 可以跟各资无关 而且不是只是目前跟各资无关 而是怎么样都跟各资无关 就是数学上 可以去证明说 你表化十亿年以上等等 才能够还原出各资来 那那个时候各资 不知道重不重要 但是anyway 我的意思是说 就是在可见的未来 没有办法还原 那其实这个之前在国发会 好比像说 他们有支持一个 健保影像藏处计划 那这个就是HT 刚刚讲的一个台湾的优势 就是说应该是北荣先做labeling 然后接下来23家医学中心 大概3000笔脑部的那个 刺症造影 那但是之后就 这个coordination就很容易 所以预计再加入很多 医学中心的影像资料 去做这种回缩学习等等 那让医师的跃片时间 again不是去取代医师 去augment assist 医师从10分钟做的 然后30秒等等 那这种就是tight coordination 那我觉得这个是台湾的一个优势 确实是这样 那在过程里面 他们当然就用了PETS 用了隐私强化技术 联邦学习等等 那当然就是说 刚刚讲到联邦学习 只是一种隐私强化技术 还有很多基于加密的 演算法的技术 那一些技术有一个特点 就是它都很需要专门为它 来设计晶片 或者是来设计运算的方式 那这个也是台湾的优势 也就是说它可以按照我们人权团体 以及未来的独立的 这个各自保护的这个机制 去说你一定要处理到 这个精细的程度才不算各自 那但是目前呢 做这个非常的昂贵 好比说你要投资 1000万进算力 才能出现到这个程度 那这个就是我们晶片产业 以及我们的research community 一个很大的商机 就是怎么样把它处理到 就完全不是各自 而且是可以合乎欧盟 或者未来美国等等的标准 这样 是 哦 就这部分HT 有没有要回应的呢 这个很好 这个就是很多的那种 像AR VR这种事情 最后就是全是晶片 晶片晶片的那个 那个strength要进来 才能够把自己做 把这个power能够降下来 把这个weight能够降下来 这个hand mount device 一定要清一定要 能够用太多 另外一个加密的事情 哇 这个真的是 最可靠的资料 保护方法就是加密嘛 其他方法都是 都会被人家attack的 加密的话 可是要加密以后 我的资料 我让别人帮我做运算 那个人不能看到我的资料 所以我们讲究的是要 做运算的 要在加密的资料上做运算 有个技术叫做Homomorphic 这东西是20年前的数学家搞的东西 最近是慢慢可以做了 真的 我前两天还在教教这个东西 好像还可以做 这个基本上是在one chip的事情 完全是要把一些table 要做了很多table 要很多大的restors 这一类东西 太专门了 我这边就不要讲 但是的确是要做special purpose的晶片 才能把这些事情做好 然后这些东西做好以后 满街人家都要这个东西了 这个是一个universal的technology 如果你encryption 人家可以在encrypt上面做一些server的事情 做inference 做training 那多好 所以这个机会是很多的 台湾有半导体的能力 这方面都可以 所以不只是应用 还可以帮现成的产业 找新的应用 而且这样的应用 其实是回应到我们所认同的VetaManage HT我跟你分享一下 我看到现场大家的眼睛 好像都亮起来了 觉得有 全新的商机 全新的 是全新的商机 对 那所以在刚刚的讨论中 我们其实也 台湾的墙也知道 也可以听到 这个台湾的墙项 其实就是在我们 其实地方小是一个好事 在这件事情上 好像我们很快可以有 各种不同产业 跨领域跨产业 然后产观学研很快的coordination 那这个coordination 可以提醒大家同时这个去think的结果 我们就可以很快速的去做各样的转型 但是这样的机制建立起来我觉得在这个AI的推动上面会是朝向一个我们比较希望的方向走 那这个也是台湾员工智慧学校这个五年来我们努力的方向 那再来我想接受听众就是现场听众的问题之前我想再问HT一个问题就是说那在其实刚刚讲的AI学校那觉得在这个比如说在学界或是政府或是产业您觉得有什么是我们接下来应该要就是秉持的目标或者说就是一个就是guidline大概是怎么样 AI学校就是要做一个platform 给大家在这个platform上能在这个platform上可以合作的 比如说AI学校可以跟产业走得很轻松 因为我们有很多很多产业的context 然后学校的教授可以经过AI学校跟产业 马上就可以连续上现在很多教授我们一直在旅库的旅库这些教授跟产业讲话 然后产业要academic的这些support的时候也经过AI学校 所以AI学校这个platform会做在产业跟学校的关系 学校我讲学校不是AI学校是大大学台湾的大大学 这是一个platform事情另外一个platform就跟刚刚的教育长讲的就是 AI学校这个是一个networking的platform 大家在这个platform上都是有乐成的可以讨论很多事情 可以发展一些新的business model 既技术的交流 另外就是每一个产业它都有自己的一套 AI学校以后大概就是刚刚讲风火轮这种集结产业 只是一个产业还有还有医疗 还有各种的什么化工啊一大堆的产业几百个 我们以后很忙的每个产业都要去帮忙 就是要把那个产业的一些comand platform 我们有open source方法做好 不只是说要扶植他们 我们要事实上要帮他们做一些最帮忙的platform一起做 所以这些产业的很多公司都会马上可以下手 所以这个大概下面几年AI学校会很忙的 好 那个我听了有点觉得有点担心了 但是希望更多人来跟我们一起做 那就是我们接下来就是唐部长对这部分有没有什么回应呢 就是我们民间该做的是在数位部的立场 你们接下来两年会有什么样子的就是规划来回应民间的这个需求跟这个 其实刚刚我讲了一部分 就是说如果能够证明它的社会效益 我们会作为一个部级的大杀盒 自己先抢先试用 那些通传创新平方募资的那一百案 说不定我们全部都自己用用看 那用了之后我们发现好用 那在个资上面在资安上面没有问题 那我们就会转头去跟其他的比我们预算更多的部会 去说你看你本来要花这个预算只做到这个效益 现在有这个AI的通传的创新 它可以做到几倍的效益 那不如就这部分你就不用用本来的方法做了吧 你就用新的方法做了吧 所以这个就是ministry level sandbox 布局的沙盒是我们的一个价值主张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直接B2B的 我们有一个叫做云市集 tcloud.gov.tw 那在上面呢其实任何中小企业 特别是微型企业 就是那种大概一两个人的 mom and pop shop这些 他们只要上这个就可以免费的 拿到三万的新台币的credit 那这个三万新台币的credit 拿出一半的好处 就是说大家不会觉得说要需要很多upfront investment 不会说要投一大笔钱 然后可能还些本物鬼 而是说他用个三四天这个solution 他觉得不错 那就一起来training 他觉得不好 那他反正by meter嘛 就是一辆机架嘛 他也没花多少钱 赶快再换一家 赶快再换一家 所以对于这些 刚刚讲到这个long tail 就是大家都想要解决 但是又不是那种非常优势语言 非常优势解决方案的 这样子的开发者来讲 透过云市集就可以一次接触到 三万加以上的微中小企业 那一方面是initial funding 很容易拿到 那二方面是说 你就可以retime feedback 因为这个feedback 才是真正大家 刚刚讲community governance的这个基础 所以很欢迎大家多用于市集 好 谢谢 谢谢唐部长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进入这个QA的时间 那slido上面已经有很多问题了 但我要跟大家讲一下 因为就是我身为moderator 我都向来行使我moderator的权利 所以我会按照我觉得适合的题目 来提问 那这边有一个问题是Johnson提出来的 他说这个 因为这个问题回应到我们AI学校的这个愿景 AI学校的愿景就是 Empower Taiwan with AI Technology 那我们希望透过AI让产业升级 那进而提升整个台湾社会生活的品质 那所以全民化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 全民化是促进社会升级很重要的一部分 一步 那所以如何降低全民使用AI技术的门槛非常重要 那在这个目标上面呢 我们有在对于产观学创我们有没有什么建议 那这个问题我可以先请HD回答吗 怎么降低这个全民使用力 这个我觉得可以分工 可以分工 比如说AI学校需要的老师产业 对 对 这个所有部政府 可以大家可以分工 稍微讲一下这个分工的事情 是 刚才那个唐部长讲得很好 就是有些事情都在TEL上 这个在分部的尾巴上 分部尾巴好像看起来很小 但是你把所有的TEL加起来也要演大 这个一定要有人对付 因为往往这些就是弱势的人 就是那些我们要去照照顾的人 所以这些TEL这是很重要 所以唐部长可以做这件事情 然后他如果identify好的题目 结果TEL其实量也很大 那就再叫到产业界来 叫到其他政府部门 这个是一个 然后AI学校要做的是 大概不会做TEL 不会做到TEL的东西 因为这个东西对我们讲是 我们没有政府的制约 我们只能做到 大概要做在比较中间的部分 所以我们的Focus会做在Enterprise上也好 不会做到直接Consumer上头 因为我们才能够有竞争力 才能够把自己的长处发展出来 所以我意思就是分工 让政府、学校、民间团体、产业 各做各的 大家一起来把事情做好 不能说任何一个产业 那个Sector要帮其他Sector做也不用了 已经很多事情要做各的 所以机会很多大家都有好事情做 机会很多大家都有好事情做 对正向看法另外一个 那个负面看法就是另外一面 就是大家都很多事得做 所以唐部长要回应一下 所以政府要做什么 所以就是所谓众人之事众人组织 就是说全民 当然全民受益的事情就是要全民参与 所以我想就是让参与的门槛降低 这个是对我们来讲是最重要的事情 其实现在我们在 就是我之前在课法会 大家都有很多对教育的理念啊想法等等 那但是呢 新课刚刚为什么他不是top down 他不是国立编译馆以前那种做法 就是因为我们想要就是所有的教师 他自己可以组成一些社团 一些社群 一个好的教材教法不需要等到 教育部清定它是好的做法 他可以横向的去这样子扩散 那这个横向扩散就需要很多跨界的 共创的那种场合 所以刚刚讲到总统们黑客松 或者是说点子松 点子松就是 你只要提出一个好的企划案 我们就帮你弄成VR的那个体验 那这个VR体验又会帮你去找说 能够实践这个企划案的研究者跟工程师 到你的这个VR情景里面去互动看看 来看看这个未来是不是真的值得 他投出他的心力去研究等等 那这也是一个嘛 那刚刚的平方募资工艺真案 那包含轻益共创的这个T大使 就是刚毕业的学生 或大四的学生 那他想到一些 那他可以帮忙做数位转型 而不是只是好像打零工这样子 那不管他本来是不是学AI的 我们都让他在这个带领之下 去帮助某一些 刚刚讲到一些long tail 或者是中间的这一段 但是他没有某个方面的 这个知识 那将我们导入去 然后一起做数位转型 然后让就是跨代之间的这个创新 彼此能够彼此相信 所以刚刚讲到的 其实全部都是去营造 我们叫做public spaces 是一个公开的共创的这样子的空间 那在里面的都是开门造具 这种open innovation 是共创空间 其实AI学校也是非常重要的 这个共创空间 我们这五年来跟1900多家公司来的学员 有很多互动的机会 那另外刚刚唐部长讲到说 关于用教师这样的例子 其实我们在过去推动中 种子很重要 所以AI学校其实要做 也许就是培育这些种子 然后让他们带回到公司里面去 能够再去扩散出去 那HT还有什么要回应的吗 就这一题 刚刚产业好像加的比较少 我先加个产业的例子 因为产业一直在找方向 比如说最近这产业体系不太好 美国大大的HIT公司都在裁员 不过这个我觉得这是一个过度的事情 以前因为以前HIT太多了 最近要增加一下 但是以后的产业是 不管怎么样都会变得非常快的 比如说刚刚讲到AR、VR的事情 AR的话 我在医院没看到很多事情 都是在萤幕上做很多事情 比如说Autosound的东西 CT 都在computer的萤幕上 看这个真是不是太方便了 应该就是在AR的Multipize上看 一定是这样子 是这样子吧 所以这些东西 就真的可以是可以马上做的 因为AI的东西 是AI的技术的东西 很多原因 这种技术是可以用的了 你一看这个萤幕 你就知道这个骨头是不是有问题 这个宽度是多少 一量就可以量出来 很方便的 AR的东西相当方便 所以我是觉得产业 你可以想一下 就是想下面五年以后的这种大大的局面 会是怎么样 是 好 那 我们接下来另外一个问题 那 就是 这一题好像是要 要问那个HT的 这个提问者他说 请问关于 Trillion Parameter的部分 目前Large Language Mode 如火如荼的进展中 甚至有进展到高达540b的模型 但相对于Computer Vision方面的模型 大约落在几个Billion 就规模小了很多 那Trillion Parameter AI 是想要走向AGI吗 还想听听您的 就是还蛮多学用 Trillion的东西 上一开始都是从 Natural Language里面过来 因为Natural Language的 training set 是无穷大的 都是 都是自发型的方法 training 所以它都可以承认任何大的问题 不像Computer Vision Computer Vision还是要 包括一些真的 Image Text的这种东西是无穷大的 你Text可以把它 一直转变 所以这个Model是可以 达到不像话 然后越大越好 因为很多的 这个knowledge 都是被这些language 给 capture 出的 所以一旦这种training 东西做到以后 其他的应用在上面做的应用 它的knowledge就比较好了 这个是不得了的事情 因为现在是 基本上做 High Performance Computing 是为了这个东西做的 以前是为解决什么 Nuclear Weapon Simulator 现在不太做这种事情 正是小应用 大的应用 是在organize 大的knowledge 人的社会的knowledge 所以这个应用是太广了 在设计material 设计drugs 找这种教育上 training上 还得了 就是人类的文化 一大堆的事情都能做 所以这个不得了事情 的确是个大问题 台湾一定要商好 不能够做到 跟他们 跟自己上最 头等的场的人 但做二等场 去的地方 方向还是一致的 要做到方向一致 对 这样就可以 头等的场 跟二等场都会调整 还是会做得很好 对 好 那OG有要回应这一题吗 其实HT讲的差不多 我只是想加一个就是说 其实我们刚刚一直在说 就是在encryption的情况下面 去一起做training 那我觉得这个是 真的大家可以 pull resource together 就是加在一起 说不定二等舱 就慢慢这个也到 比较前面一点点了 那现在我觉得主要还是 大家对于这种新的协作的方式 不熟悉 特别是在业界不熟悉 所以peer production需要很高的 那个协调成本 coordination cost 所以我们在数学部 一直是在想说 怎么减少这个coordination cost 这个也是我们一个 很重要的研究方向 是 那我也要讲一下 其实coordination这件事情 协作这件事情 其实非常非常地重要 我们在 其实AI风火轮 我觉得其实非常重要一点 除了成果以外 就是我们尝试去把 不同部门的人 不是只有 来大家一起聊聊 而是实际上 每两个礼拜开 一次会这样子深度合作的频率 把就是产业界 台中经济 然后冯甲大学 AIA 然后还有新创公司 一起拉进来 我们透过这样的协作方式 希望发展出一个开源的平台 是让大家都可以用的 那 所以也许降低这个门槛 就是有更多的协作 更多的coordination 那 诶 唐部长 可以跟你解释一下 协作跟我们过去的合作 有什么不一样 好 就是说 刚刚想如果你的协调成本 降到一个程度 那可能叫 不要叫 AGI 叫AACI 好了 Augmented Collective Intelligence 那意思就是说 主要还是人跟人之间的互相信赖的这种关系 但是 并不是因为我已经认识你 我已经跟你很熟 所以才信任你 而是说 我们用同一个protocol 那这个当然在所谓websend的领域 这个是很容易的 就是 为什么大家都愿意彼此 备分彼此的失算表 那就是知道说 前面的那个账很难去篡改 那这个protocol本身 去确保说 就算我完全不认识你 但是呢 我还是不会不信任你 我们可以有一定程度的彼此信任 所以 就是说这些coordination technology 它在像 我们平方募资 平方投票 都是以太方这边过来的 所以 他们在那边 因为大家都有 怎么讲 强烈的这个彼此诈骗的动机 那所以 在那种环境里面 这个adversarial的环境里面 敌意环境里面 他们就演化出很多 这种完全透过protocol 透过协定 而不是透过人跟人之间 彼此认识 挂保证 的这种方式 来达到coordination 那所以我觉得 assisted collective intelligence 的ACI 对我来讲 在面对这种 好像要把general intelligence automate 掉的那种极权式的想法 那我觉得 比较适合我们的meta value 是 那我就接到下一题 下一题是这个 也跟数位部有关 就是 上善AI共创多元未来 因为我们其实一直在讲 多元这件事情的重要性 那所以有问说 会发展成多元宇宙 多元宇宙 对 其实刚刚我们讲到AR VR 为什么对AI发展很重要 是因为它可以让人跟assistive的系统 共同在场 co presence 就是看同样子一些视听的input 那所以用在场的方式去提供 在那个语境那个脉络里面的协助 那所谓AI in the loop 是这样带进这个loop里面来嘛 那所以呢 共同在场只是第一步 那怎么样子让各种不同 共同在场的系统中间 是能够互通的 我们叫做西马互通嘛 最简单去理解 就是说 你换个这个集地台的提供者 换个电信商 你的电信号码还在 为什么 因为有西马 有NP系统 那同样的跨行转账啊 等等的这些 所以如果是一个一个silo的AR VR 那它没有办法把你这边学到的东西 你的code 或者你的encrypted data 的wallet等等 带着走的话 那就是一个一个很小的宇宙 那把这些都能够透过互通性的方法 像西马那样子 连起来 确保这个interpreability 那这个就是所谓的多元宇宙 是 好 那我们回过头来再多问这个HT一点是 刚刚有人问说 您提到20年前的加密技术 现在可以慢慢运行的技术名称是什么 可不可以就这一点多讲一点 这个英文名字叫做homomorphic encryption 我不知道中文怎么翻 homomorphic encryption 就是这个 这个是20年前有个数学家 theoretical computer scientist 基本上就发明一些algorithm 就是可以在加密的里头做运算 它不用解密就可以直接在加密的资料上做运算 做完运算这个答案再交给user 那个user有secret 就可以decrypt这个答案 就 所以它整个东西就在 就在外头做 不必担心自己的资料被人家看到 所以这个是 这个完全work的 只是速度慢些的 速度慢我还好 我就不怕速度慢了 速度慢 需求在的话 就多好多人就有犯事了 这个需求是很清楚的 然后这个有个好处 这种运算 因为它没有办法 看到原来的资料 所以它不能做conditional branch 不能做conditional branch的program 是不 efficient的 但是对编译器架 是很容易optimize 所以它有它的好处 虽然algorithm方面有点输 输了很大 但是其他方面它会赢回来 Aero processing 这种pipelining 这种方法 它会赢回来 不会全部赢回来 但是可以赢回来相当多 然后到以后再把机器做块 然后再把这些 这个parall processing东西放上去的话 慢慢就可以用了 尤其是像现在的 crypto的这种 也不能realtime anyway 很多东西本来就不是realtime 所以很多应用 只要一天做它一次就够了 所以还是很多应用的 是可以用的 这个就 OK 很快打个比方好了 就好像说你把一个魔术方块打乱 然后放进保险箱 然后你把保险箱锁了 要是只有你自己用 然后你把整个保险箱 拿给一个解魔术方块的高手 让他只能旋转这个保险箱 那解里面的魔术方块 那当然你要就是有一些 这个隔空打牛什么的 这样子的一些apparatus 但是事实上这个 虽然听起来匪夷所思 并不是做不到 因为有general purpose 解魔术方块的那种演算法存在 所以你只要去运行 不管里面是什么都解得开 的那样的演算法 你等于同时解了所有的魔术方块 那但是这个在以前是难以想象 那个需要的算力是天文数字 但是现在在很多同时数学上面 跟晶片这边的effort之下 现在真的可以隔着保险箱解开 然后你再拿那个key 然后再把它解开 我什么快解出来了 这样 好那我现在有最后 也许是最后一个问题 这个有听众提出说 他们认为人工智慧二等舱 是没有前途的 那我想请HT跟唐部长 都回应一下这件事 有前途的 台湾一直在做二等的四次学 台湾的经济也相当好 台湾都是一直一直在 人家做的题目 台湾基本上是帮人家 在人家的题目 在人家的制度下 在人家的business model里头 做optimization HT可以以过去的例子 讲得更清楚一点 比如说PC就是一个example 台湾的PC产业是很大一个产业 PC是用到Intel的operating system 用到Intel 用到Microsoft operating system 用到Intel的chap 不Intel 台湾并不去改造chip 也不去改造operating system 但是周围的东西多得不得了 对 Windows 这些Microsoft跟Intel是老板 他们是一等公民 我们是二等公民 二等公民 二等公民并没有什么不好啊 实际上市场很大 然后profit也很大 以后衍生的这种好好处多得不得了 只要你要走到主流 不能自己玩自己的 要走到主流 找到主流的意思就是 是在同一操船上 二等二等船左右是很好的事情 对吧 然后还要散 对 然后做到散 对不对 做到散 最好对 这样就很好 因为我们说一步就是所谓free the future 那刚刚讲到的future of the internet 这六十几个签署的这个伙伴的民主伙伴 绝大部分九成都在二等船上面 而且是开向同一个方向 就是democratic resilience 具有民主的任性 必须要回应各种挑战 但是自己不要变成极权国家 所以这个HT说二等船人比头等船多 只要我们不要上坐船 或者上坐飞机 那这个情况下面 其实我们真的是得到多注了 最近络绎不绝 很多的欧盟还有英国 我现在要分开一下 等等的朋友来这边跟我们谈的 大概就都是这件事情 我们怎么样自己不变成极权国家 又可以一起去建立 属于我们的这种AI的协作关系 所以大家一起努力 可以 那个我想 唐部长讲的是在 社会价值这个价值 MetaValues的方向上 那HT讲的这个 同一个主流的方向 应该是指在产业和技术发展的方向上 是这样 可是产业这种东西 最近我们知道很多这产业东西还是要 最后还是要跟这个 跟那个 跟那个 跟那个唐部长讲这种东西要一致的 最后 是 最后还是要一致的 不然都 尤其最近这种情形 隐私的事情 这些就是 Ethic的这种事情 最后还是要走到这种 减碳的事情 一定要找到一致的 不能够自己搞的 所以很好 这两边其实会 converge 就是在MetaValues的价值部分 跟这个 就是技术产业发展的方向 是要一致的 一致的 是要一致 一致的比较好 一致的走得比较远 是 好 那我们其实今天这个panel 并不着重 着重在技术面上面 而是希望能够透过在 社会层面上 社会价值层面上的一个 think 让大家能够得到这个结论 就是在MetaValue 和产业技术发展上 我们希望能够是同方向来前进的 那 这也是一个机会是 希望让大家 能够 就是 知道说 我们其实一个人走得远 一家公司可能走得快 可是 台湾应该要 靠着打群架 大家一起往同一个方向走 才能够去改变 这个结构 我要 我要 以后我们要 怎么去evaluate 就是看它 这个 帮东国的国家 拉到什么关系 我们产品卖到东国 卖得比较好 到哪里卖得比较好 我要把这个KPI定进去 譬如 譬如说 因为唐部长的努力 让我们有一大堆的朋友 是 这些朋友 都是跟我们的理念一致的 所以我们去那边卖产品 就比较快 比较容易 大家以后就 开始很多直航到东楼 化石 什么 立陶宛 的航线 所以 以后 数位部我们要用这个方法 去evaluate他们 是 好 那我们今天成果 成果蛮丰硕的 因为 有这个数位部的KPI 我觉得大家应该 现在又可以接受了 那我们的Action Item 就是希望大家 能够过同这个 朝这个方向 在各自 针对的目标上面去前进 最后HT 他们想要分享 可以了 谢谢你们了 可以啊 这个非常有意思 希望大家也是 唐部长有没有 对 我就刚刚讲东欧 我quote那个Illvis 爱上尼亚前总统一句话 他说 在数位世界里面 没有地缘的远近 只有价值的远近 大家一起努力 谢谢 好 谢谢 那我们今天Panel就在这边 谢谢大家 谢谢 我们最后以热热的掌声 谢谢三位语壇者 精彩的分享 在进行下一场座谈会之前 先请工作重人 先来上台 能够帮我们把座位 再做一些 物济